中国军力全球第三 这个排名准吗 这几天网上有个热议话题 就是各国军力的榜单 它是一个名叫全球火力的外国网站 做的一份各国军事力量的排名 榜单上排名第一的是美国 第二是俄罗斯 第三个就是咱们中国 其实除了这个全球火力网站 国外还有不少权威的军控机构 智库也有类似这样的军事力量统计排名 基本上也是这样 美国第一 俄罗斯第二 中国第三 对于这类研究机构的评估报告 咱们官方是从来不做评论 标准的说法是这样的 是评判一支军队 既要看它的军事力量 也要看它奉行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 国虽大 好战必亡 天下虽暗 望战必危 这其中的意思大家想必也能听懂 不过呢 还是有不少人认为这个排名啊 不准 这些机构的评估结果不科学不合理 尤其是你看俄罗斯 在这一次俄乌冲突中 俄军的表现 怎么还能排第二呢 咱们中国至少也得排在俄罗斯之前啊 这样呢 我谈谈我的看法 讲三点 第一个 叫中美俄三国军事力量 是在同一层次上 按照全球火力网站的评估 美俄中这三国的军事力量的指数 分别是0.0712 0.0714和0.0722 基本上差不多 而第四名的印度呢 则是在0.1025 第五名的英国只有0.1435 与前三名中美俄差距非常的大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军事力量的排名啊 它实际上是综合了六十几个独立的因素 综合计算出来的 包括军队的数量 装备数量 质量 核力量 还有国土面积 人口 以及国家的经济 财政 等那么多的因素 要综合在一起 那中美俄毫无疑问 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 而俄罗斯呢 由于其中一项指数 包括战略和力量特别强 另外还有它的国土面积还特别大 这些加起来 也就弥补了 它在经济力量上的不足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在这些机构的评估报告中 能排到第二个原因 第二个观点 叫中国军事力量上升迅膜 其实啊 按照综合因素 这么一个评比的话 即便是在三四十年前 咱们中国的军事力啊 早就已经是世界第三了 只不过那会儿啊 咱们跟美国 俄罗斯的差距啊 是非常的大 而现在呢 中美俄三个国家的军事力量 基本上没什么差距 平起平坐 从这个角度 大家都不难理解 你看美国现在奉行霸权主义 对有一些中小国家 弱小的国家 动不动就是霸权干涉等等 但是在俄罗斯 还有咱们中国面前 美国人不一直得谨小慎微吗 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第三个啊 就叫中国军事力量 有自己的特色 换句话说 叫手里有绝活 按照世界各个军控机构的报告 中国的核武器数量 要比美国 俄罗斯少很多 但是咱们的综合军力 却能够跟美俄旗鼓相当 这其中当然是因为咱们有自己的强项 有自己的绝活 比如咱们这些年在高超音速导弹 无人机 激光武器 电子武器等多个领域的发展进步 甚至都已经超过美国了 最后我想说一个就是 这些排名啊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实质意义 军事力量 它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 但不是唯一因素 简单的说啊 比如当年看美元厂 咱们的军事力量 要比美军加联合国军 那肯定要小很多啊 肯定是差得很远 但结果如何呢 咱们不也是打赢了吗 战略上妥妥的就是打赢了 别看美国的军事力量 现在好像比咱们还高一级 但是你看他在当年的越南战场 阿富汗战场 还有伊拉克中东地区 不也是损兵折将 最后弄一个灰头土脸回来了吗 现在连对付一个胡塞武装 都费尽巴拉的解决不了 所以啊 这些军事排名 大家不要特别的诚心 观点 只要咱们的军事力量发展了 能捍卫咱们的国家安全和主权 这才是最关键的